的确怎么样提振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特别中小微企业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全国政协在协商议政 把经济宏观经济运行是一个重要议题 其实推动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 跟它是相伴随的 也是高度重视的一个话题 民营经济是推动创新 促进就业 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很多专家有很形象的一些比喻 的确 近年来在疫情的反复冲击下 一些民营企业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经营压力加大 部分民营企业家 促进困难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要切实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 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会议指出啊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 的要求落下来 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啊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 发展壮大 这充分表明了党和政府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上的 泄民态度 也令广大政协委员 特别是民营家民营企业家的委员 深受鼓舞 信心倍增 关于当前推动民营企业发展 有的委员建议要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落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 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的产权保护制度 有的委员建议啊 发挥民企机制灵活 创新力强 决策高效等机制等优势 在一些重点行业和领域 放宽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 有的委员建议啊 要建立对民营企业无视不扰制度 要创新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模式 引导金融机构啊 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帮助中小微企业紓困解难 还有的委员提出啊 在国家层面建立企业家荣誉制度 表彰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优秀企业家 委员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啊 其实也是解决刚才凤凰卫视记者提出的这些问题 委员们提出的不少建议啊 都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重视和采纳 委员们表示 今年经济运行啊 有望总体回升 民营经济啊 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民营企业的舞台将更加宽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